Ni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是Nio 今天要來看伯根地人對上硬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很久沒有看到Biper在天梯上出現 這次遇到的文明是硬家人 這一群是伯根地人 我們稍微講解一下這個文明的部分 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研發經濟科技 例如揮煙時代就會研發一級木一級農 空間時代可以研發二級農二級木 以此類推 伯根地人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馬舊的科技全部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可以很早期就可以升到這個遊俠 而且他遊俠升最快的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城堡時代可以研發重裝騎士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到地龍時代 不太需要花太多時間去研發遊俠 直接超過重裝騎士的研發時間 直接升級遊俠是超級快速的 而且還是半價 研發科技也非常需要半價 那品種的話是有點nerf他的遊俠 不然他的遊俠成型時間太快了 需要nerf一下 沒有給他品種的話算是一個不錯的nerf 那我覺得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冥兵系 佛拉明格兵 對他來說是一個超級大後期的大絕招 那除此之外還有火槍 火槍火炮只有這個25%的攻擊加成 所以火槍射起來又痛火炮也是 所以伯根地人其實縱觀來講 都是非常強力的一個文明 那他是比較需要吃金礦的 那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他可以研發這個銀罐 伯根地葡萄園 這個伯根地葡萄園的話 那他可以在農田旁邊灑 只要有農田收成肉的話 就會慢慢增加食物的量 就有點像是越南的植蔽技術一樣 所以我覺得伯根地人在各方面來說 他都是A級以上的文明 絕對不會是低於A級以下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要買DLC的話 蠻適合買這個伯根地人 跟普蘭人的 這邊有個小小失誤 這個鴕鳥直接被趕了回去 剛剛趕失敗走回去 結果他這邊直接收村 帶了一層去射 這樣直撤我就會回來 把這個鴕鳥繼續趕回去了 哇 VIPER這邊又秀了一手給大家看 雖然現在單調吃神已經不是VIPER了 但也沒有關係 他應該還是會繼續苦練上來的 那我覺得VIPER的實力 其實也沒到非常弱 他這次沙漠這種比賽 應該算是心態炸裂了 所以到後面有幾場 都沒有非常認真玩的感覺 那我覺得VIPER下一次 還是有機會奪回冠軍寶座的 好 那我們就先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選擇的硬家人 那這位玩家也是非常知名 是馬姑姑 馬姑姑他的打法也是非常的激進 像是以前黑拉早期那種感覺 但我覺得他又有點 MBL成分在裡面 MBL加黑拉的綜合體 雖然兩個性質都蠻相似的 但又有點偏濃 也沒有到很濃 就是有點固經濟 又有點偏強軍士的感覺 那他的風格我是蠻喜歡的 我覺得他跟MBL他們的風格是挺相似的 但我最喜歡的還是VIPER 最濃的那種 那印加人這個文明的最大特色是 軍事單位都有肉類的消耗減免 而且有這個投石手槍隊長可以使用 那投石手是針對步兵來的 那打佛拉明明兵的話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印加人出這個槍隊長 跟擊兵都十五小姐們非常的多 打對方有小是非常佔優的 所以這場比賽是印加人有點 克制到博根蒂人的 那博根蒂人這邊唯一克制手段 就是有出火炮跟火槍會比較強勢一點 那這邊要稍微看一下 對手這邊印加人打的是雙棒棒開 先來二倍數看一下這棒棒怎麼打到東西 印加人早就在前方繞了一下 看了一下這邊 村民在這邊靠一下 村民第一時間反應走 但是還是被靠了一點血 這隻能跑得掉嗎 差點被卡死 難說你還是逃掉了 這邊村民稍微抖動一下 雖然果子不能好好吃 但回來吃羊 這時候才下均勻 BIPER這邊是打十九P 蠻正常的一個P數 比對手還快到上 那對手是打一個超級高速棒棒 因為他的肉量有消耗減免 所以出明兵系 不會太苦了 這個前期騷擾算是做到一個不錯的騷擾 因為馬姑姑這邊本來是想要打這個騷擾 就是等對方還沒有點織布之前 先去拿兩棒棒加陰刺 直接去偷個一層 但殊不知BIPER這邊守得還不錯 一串都沒有被拿下 BIPER這邊直接點下二級農 二級木 只是出了一隻弓兵 BIPER要打最農的那種 這個文明也是非常適合BIPER的 你看 封電時代十一分鐘 應該算十分鐘就點下二級農 二級木 二級農的話 可以其實 考慮不用點 一級農其實就差不多了 通常是點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才會去點二級農 所以這個甜的農 只要吃到一級農的話 肉量就有250 其實蠻夠吃的 比這個沒有點一級農的肉量 是多了蠻多的 多75肉 也沒到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多 畢竟這個神木場 大概 七 三片田左右 就可以再多 多省一片田 好 這邊稍微做一個拉扯 還有這邊工兵 繼續壓制 棒棒回頭打一下 想要消遣吃頭的血量 前期高手們的這些單位的血量 都是斤斤計較的 就是盡可能不想被對方換 這邊看到對手 鷹家轉出了一些鷹刺頭 MIP應該心裡有底 看要不要轉一些 刺頭出來 但是看到對方也轉工兵喔 MIP這邊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種就是繼續爆工兵 但是要特別小心對方的鷹刺頭 但爆工兵會有問題 對方只要轉出一些毛病的話 基本上打不太贏 因此配毛病是非常煩人 所以 MIP這邊可能要再考慮下個馬 就會比較好 這留下 好 這邊補了一些房子 有時候一些高端的玩家 他們這個建築都不知道放哪裡 所以每次講完之後 才發現他們其實都已經做了 因為正常人的觀念 都會覺得說 馬舟均勻單位都要放外側 但有時候他們都會藏在TC附近 可能是順便蓋吧 蓋外面有時候可能會蓋不起來 因為我常常自己確實也遇到這種事情 把這個射箭場的馬舟蓋在外圍 結果 會就放一個騷擾 直接蓋不起來 非常頭疼 可能高手們都有注意到一點 所以就常會蓋在TC附近 這邊有一些刺頭 稍微可以壓制對手 這邊刺頭就相當好用 不管是打對方弓兵 矛兵 都可以 最好這邊是先點一下防禦比較好 因為對方弓兵數量眾多 防禦是大於攻擊力的 已經出到七隻弓兵了 非常多 這邊想要去抓對方的鷹刺頭 但是這裡有弓兵 這邊直接用自己的優勢 機動性優勢壓了回去 打彈馬舟蓋這邊 硬家人點下了一防 硬家點下一防 想要用這個鷹刺頭的數量 打回去 這邊再出少量的幾隻 麥克爾這邊的資源量非常多 已經可以點下了城堡斯彈了 那點完城堡斯彈應該會馬上 立即點下二級龍 去把這個經濟優勢再打到更好一點 雖然最近有看到伯恩帝人不點二級龍打法 但是我看到都已經輸了 所以我覺得不點二級龍這件事情 還是有點爛的 哇 還是有點 果然 看來BIPER也知道伯恩帝人不點二級龍 真的是有點羞辱這個文明的感覺 你就是要打龍的這個文明 你卻不打龍 就是真的是在等輸而已 所以玩家們選擇文明的時候 還是要適合對於自己的個性跟打法 去做一個調整會比較好 不要太堅持 像 像黑拉所說的 這個不點一級龍 二級龍之類的說法 就是這個文明 該怎麼打就怎麼打 才能打出最大的優勢出來 這邊工兵有互換 但這邊 硬家的銀刺頭比較多 因為他這邊沒有省資源 結果導致BIPER這邊部隊全部大輸 這邊銀刺頭全部把BIPER的工兵全部解掉了 只剩下兩隻隻手可以逃跑 哇 BIPER這邊雖然硬點了城堡塞 那這邊可能要先圍死了 OK 剛好圍死 上方這邊可能要稍微守一下 這邊有洞 這個洞非常大 要怎麼圍呢 好 這邊B已經往前衝 硬家人這邊已經知道BIPER點一下了城堡塞 看到單位這麼少 就知道要出事了 好 再加速一下下 好 BIPER人已經知道 哇 他過來了 看到兵了 趕快把兵拉走 這邊稍微圍死 但左邊這邊其實是可以繞過去的 蠻谷谷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但這集已經刺到城堡塞 對手有點警戒 怕對方已經捆了一些兵出來 好 這邊直接取消 重裝 騎士 是因為斷經嗎 這邊下了TC 下在這個位置 另外一塊已經在外面 他是看到自己斷經的關係 所以直接把重裝騎士取消 升級清騎兵 然後點下一級攻 好 BIPER這個對應方式非常恰當 好 這邊點下了一攻 清騎兵 清騎兵戰術打這個應家人 其實不太有 因為應家本身工兵 基本上是滿的 也有拇指環 所以不確定MIPER是要搭什麼 搭奴炮嗎 還是要搭毛兵之類的 搭毛兵的話我覺得也沒什麼料 畢竟人家硬刺吼 非常煩 如果你要搭騎士的話 可能就是要配工程七字造索 不願蓋在上面 我以為他會蓋在後面 好 這個組合搭配 如果是工程器 配上七騎兵的話 就非常OK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就是沒錢 就跟大家 各位的生活一樣 我也是 就是沒錢 有沒有錢很重要 這裡趕快挖錢 好 親騎兵到處看一下 我們有在偷一點生物喔 親騎兵都沒有鎖在家裡 生物已經開始撿起來 好 正面補下了移動城堡 正面城堡我覺得還不錯 好 可以守到主金 而且農田TC都守到 對方打正面的話 會比較難攻擊 畢竟是要打上方或下方 需要繞路的 當然就可以稍微減緩對方的攻勢了 所以有時候 第一棟城堡的位置 我覺得挑選在家裡也算是不錯的選擇 就是這樣子 可以讓防守輕鬆一點 然後自己進攻積進一點 好 但這邊對手也是非常厲害 直接上下開始繞了 直接無視這棟城堡 好 MIPEL這邊點下了二級馬卡 這邊砸了一發 殘血的鷹刺猴 唉唷沒砸到 可惜了 好 城堡繼續往外蓋 那這種位置 雖然沒到說非常好 但可以接受 那可以接受的原因 只是單純這邊是高地 這邊是他上面的門面 就代表說他上面基本上已經反好了 這邊要繼續擴展出去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能蓋的齊拉100% 總能蓋好 這邊奴兵吃到一些城堡傷害 好 全部解掉 那MIPEL轉出了馬上清裝奇兵 這邊蓋下了第四個TC OK 發展越來越好 這邊把房子低掉 把村民拉出來蓋黃金礦 開始把這個錢給蓄起來 喔 這麼早期有點下了博文蒂葡萄園 博文蒂葡萄園 可以讓他早期 就可以讓他產生黃金了 好 這裡馬上清裝奇兵 直接硬吃奴兵 效果很棒 有二級房的馬上清裝兵 打起來是特別痛啊 哇 這邊直接硬吃這頭奴兵 打得非常好 這邊奴兵只剩下五隻 要繼續走攻兵路線嗎 MIP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兩邊差不多時間點 好 石頭繼續挖 好 剩到帝王時代就是重頭戲 因為兩邊都是偏開弩的 所以城堡時代的打鬥算偏小 沒有什麼大場面 但是很多細節 都是可以看到他們這個選擇 怎麼對應對方的兵種 還有打法針對想法 其實在自己看比賽的時候 是很難發覺到的 這個都是金業堆疊起來的 好 槍兵配上槍隊長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 開頭講的 對方應家人 出擊兵配上槍隊長 是非常煩的人組合 伯根蒂這邊出太多馬 只會被戳爛 現在開始有被戳爛的味道了 好 這邊城堡反擊一下 好 這邊到處都有槍兵在鬧 來鬧 開頭立即點下槍耀雪 可能還是要來出火槍兵了 那開頭這邊的唯一手段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火槍兵 反視對方步兵 看這個馬直接被戳爛 哇 這麼多隻馬上輕鬆兵 還是打不贏 非常棘手 好 兵家這邊正面開始進攻 VIPER這邊還在用自己的 馬上輕鬆兵想要繼續鬧 但結果是 印家這邊早就已經殺進來 很多的疾兵 跟槍隊長直接走過來 哇 這邊村民可能要跑了 還沒有三反就這麼坦啦 怎麼坦這麼久 OK 動物射掉了 好 三巨頭正面開拆 VIPER這邊能守住這棟城堡嗎 看起來是有機會的 但這邊直接聚修嗎 哇 城堡血量5800是有機會的 但他對方的疾兵數量太多 可能覺得這邊 解不掉對方巨頭應修的話 經濟會很慘 所以直接棄手 然後把火槍拉到城堡附近了 這邊應該是修不太回來了 三巨頭 好 PIPER後面還在被槍隊長 不要走鬧 哇 瑪古這邊打非常漂亮 下方還建立一動城堡 這邊火槍兵雖然殺了出去 攻擊力21的火槍兵 好 城堡應該要爆了 沒了 最後一發 掉了 城堡失守 下方又被對方建立一動城堡 好 這塊金也被控了 好 瑪古這邊打得非常強勢 這個就是文明壓制 印加人在這次改版 也是變得非常強 好 這邊就要來看 麥可可不可以秀操作 把推方秀死 這邊火炮攻擊力非常高 攻擊力是50啊 40加10 剛有火炮之後 印加人的巨頭 就沒辦法繼續爽拆了 這邊可能要稍微退一下 火槍兵稍微守住就可以了 但印加這邊打法會比較麻煩一點 是出老鷹的話也會被射爛 因為老鷹也算是步兵單位 集中性單位沒辦法對火槍兵 跟這些工程器做出很好的應對的話 其實是蠻難打的 好 這邊直接把巨頭架來高地反擊火炮 用火炮射程沒那麼長 射程只有12 然後再加13射程 但巨頭是16 好 這邊偷偷繞了幾隻疾兵 從後面走進來 姑姑這邊城堡林立 變成一條線 中間的位置都是他的城堡 到處都有 補下手推車 好 那伯恩帝 Viper經濟開始有點慘了 只剩下500黃金 這邊把牌怎麼繼續打呢 看起來是有點偏困難 兩隻殘血的馬上青裝兵 直接開銅 銅兩隻 村民 生鋁要是要過來招想嗎 還是要來撿生物呢 看起來是要路過撿生物 但是要路過被扁啦 啊 青裝兵要上啦 開始囉 先撈生鋁 還撈到一隻 好 正面火槍兵直接開始防守 火砲直接反擊城堡 應該要先打巨頭 對 巨頭要先打 好 槍隊長 荷主力 想要硬戳巨型投司機 能戳得掉嗎 後面有出門在修理 直接把血量給拉了回來 很可惜 瑪固再連巨頭 要是能拿下來震動城堡就好守 好 那這邊火砲 雖然來到四坦 這邊要硬點城堡也不是太大問題 好 火槍兵 直接原地戰咧 硬家人這邊轉出了 戰毛兵 戰毛兵 對他的文明特性也是相當有幫助的 畢竟不需要 黃金 是需要肉的 用肉去換對方的火槍兵 是不錯的選擇 但現在直接一個大換家 直接把MIPER下方打出了一個大洞 這邊騎士過來撿 不確定 這是幹嘛 直接送掉了 MIPER的黃金直接被挖走 好 雖然中間的城堡拿了回來 但這一波的大軍 直接要壓近 VIPER的領地裡 火槍雖然可以Counter對方的步兵 但數量一多的話 攻速是有點過慢的 反而會被對方壓制打 哇 火槍直接開送 這間VIPER直接民兵 革命按下去 火蘭民民兵直接反擊回去 原來自家全部都是村民的話 只會被反殺 但是如果變成民兵的話 就可以有效 克制對方的這一波壓近 這波VIPER打得非常的ALL IN 但是還沒有三防好 只有一防 遇到對方的城堡傷害也是很痛 還有這個戰毛兵 防禦基本上是沒有狀況 而且這次改版了 這個民兵體質直接被下修了 那價格來說 如果是買人口的情況下 也是比較貴一點的 一些特殊情況下 這個民兵才會比較好用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民兵 感覺快要 壓過去硬加這裡 因為後面還有更多的 民兵要走得過來 硬加這邊有點擋不太住 槍隊長的傷害其實不比民兵高 槍隊長只有8加1傷害 民兵基本傷害就是15攻 11加4 15攻 好 那我們的硬加人有這個投石手 打步兵非常好用 而且還可以吃到拇指環的效果 攻速非常快速 那這邊要看一下能不能堆疊起來這些 投石手 那BIPER這邊的目標 就是要用自己的火砲 來解決對方的投石手 下有機會就去壓進去 不然待會民兵一沒有 就會出事了 好 家裡還有一些槍隊長在騷擾 這邊在收村 BIPER這邊前後都在輸出 這波民兵打得非常漂亮 但後續能不能再轉出一些經濟來再爆兵 是個問題啊 好 這邊槍隊長戳到了民兵 有點傷 還有一隻殘血 挖一條火砲被戳掉了 火砲先反擊 再毛病跟 投石手 趕快先打投石手 喔 有 砸到三隻 好 但是投石手的攻速還是太快了 這邊砸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所以你再次上了A了 A了上來 哇 BIPER這邊進攻 沒有把贏家給打殘 村民處還有99村 還很接受 大約還在100村左右 經濟很快就回來了 那這邊就要看BIPER能不能頂住第二波的傷害了 這個是他的第一波 待會第二波經濟再回來 那BIPER現在只有30村 這30村能不能再把經濟農回來 這是個未知數 這邊還有很多槍隊長在控這個農田 不想讓他有這個穩定農的一個地區 好 BIPER的木頭非常多 三千多木 火炮直接走了回家 看來這波潛壓失敗 只能先行回家 轉出了一些火槍兵做防守 好 投石手已走了出來 火炮這邊可以再控一下 哇 沒找到 好 家裡的槍隊長 看來是要被火槍吃光 但是臨死之前也是戳掉了一些村民 BIPER的村民樹還在35村左右 太慘了 經濟有夠差 好 那贏家人這邊黃金 還有少數 剩下剛剛600多 好 划完了 這裡可以再繼續挖 現在他可以趕快過去挖一下 槍隊長直接按了一大堆 但攻擊力一直沒有提 還是只有一共的狀態 好 我跟第一個人點一下了復衛技術 這邊轉步兵 復衛技術不確定是要打什麼 這有點看不太出來 目前BIPER的意圖 好 BIPER這邊還能再繼續打下去嗎 有點疑慮 兩個聖物而已 好 這裡城堡 不是城堡 城堡中心可能要掉了 這個應該守不住 前面這塊金 棉花要奪回來的話 就很尷尬 因為待會 應家人就可以再控制這塊金礦術 那為什麼BIPER這個市集這麼前面啊 其實對手可以跟他跑貿易 我們最近有一支影片 單挑也可以跑貿易 看來瑪姑姑也可以來跑一下 BIPER直接送個市集在前線 好 這邊火槍兵 直接被戰謀反制了回去 哎呀 這個火砲雖然強啊 但是沒有事情可以做啊 這邊使用大量的步兵單位 對 壓進BIPER的領地 戰謀兵依舊很猖狂 直接殺到了BIPER加著TC附近 火槍好會被反制 好痛 火槍又死了一隻 哎呀 BIPER經濟太慘 只剩66村 雖然村民處有明顯大幅提升 但現在轉垃圾兵狀態 那還好伯恩帝還有三級射 所以這個戰謀兵跟對方對射不會太差 雖然沒有三防 但攻兵有三級射才是重點 防禦是其次了 先叫我來看一下BIPER這邊防守能不能擋住對方這一波的壓制 要是能擋住的話可能還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機會非常渺茫喔 好左邊這邊TC繼續射 終於要把這邊左邊的槍隊長測完了 那城鎮中心 擋很久啊 好戰謀兵終於可以走了出去 這邊金礦不能再讓對方挖了 好這邊點下了銀罐安蒂斯彈弓 點下之後就可以讓投石手跟這個戰謀兵喔 不是最小距離的射程喔 還可以加一攻的投石手傷害 4加5 直接變九攻 好麥克爾這邊要怎麼防守第二次的壓制呢 這邊對手已經滿人口200P 但自己經濟只有九十春 火槍數量也不夠 雖然現在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火器上面 然後配戰毛兵 做個搭配防守 哇這裡沒有打到 可惜了 哇這個火炮砸到非常多的戰毛兵 倒了一片 好火炮看起來是非常好用的 但強隊長依舊是難解之體 好後防這邊想用洛森手巨頭 所以強隊長擺擺讓對方射 但如果這邊移撤的話 這邊預判沒預判到可惜 戰毛兵要硬點火炮嗎 好先點火槍 哇結果神聖東西還是爆了 這邊火炮再砸一發 唉唷差點砸到 快點跑掉 哇這個火炮又砸了一大堆 讚毛兵 哇這個火炮又砸了一大堆 讚毛兵 哇結果神聖的伐木工也是一直被騷擾 還會說明來到105村 經濟開始好轉了起來 然後農田農民樹夠多 火炮地葡萄園的效果就會發揮得更好 黃金就會一直往上跳 但是硬家這邊黃金還沒有挖完 前線這個金只要能守住的話 硬家還是有很大的機率可以打贏的 好 村民98村 上不去 經濟開始被控住了 火炮沒有砸到槍隊長 槍隊長直接殺了過來 好正面這樣我畢竟死了一片 那MIP的經濟可能不抵對手 可能要先撤退了 這邊這樣我後撤就是自家農田 後方還有一些槍隊長一直在鬧 好三台巨頭直接架起來 這個城堡要是能拿下來 對硬家是非常好的一個消息 好這邊槍隊長直接上前要硬戳最後的交戰 這波交戰BIP能不能反制回去呢 槍隊長高打低傷非常高 然後這個血量直接劇痛 哇 這裡戰毛兵直接倒成一片 雖然槍隊長也是 但至少槍隊長臨死之前做到自己的職責 輸出了非常多的傷害 至少沒有白給 好 目前MIP火槍數量也不夠 只剩戰毛兵跟火炮單位 巨頭11能反制回去嗎 這裡火炮找個機會偷打一下 再來投個一發 倒 OK直接倒兩台 當然自己的火炮也犧牲了 被這個戰毛大量集火 所以他剩下一台巨頭機 勉強能守住 但是MIP火待會沒有石頭之後 還是要面臨買石頭動作 那經濟會再更差一點點 但是不守住這棟城堡 他就也沒有機會了 好硬家人這邊 有這個後期科技不足的原因 只能出大量熱身跟對方換 有這個在那邊 會有這個 對 你這有發現你們有點二級農嗎 我想說你從頭到尾都不點是甚麼意思 死人 打了一小時突然想想 嗯 看來MIP火還要在狗一陣子 開龍 自己的精英在搞好一點 不要 好,MAP這邊要做最後的掙扎了嗎 村民只有105村 這裡戰寶兵數量非常龐大,是12隻 讓對方直接踩了一個高地 好,左邊這邊有一坨小小的交戰 右邊這邊村民,不是村民 城堡也是遇到了一些槍隊長的輸出 直接拿長槍桶城堡 7000多地的城堡,直接扛住 左邊這邊偷挖黃金的村民 被MAP打了正著,但是MAP也只有輕騎兵 這裡補下更多的馬舟 看來要轉一些肉馬了嗎 肉量開始穩定起來,有機會反打回去嗎 這場比賽到底入死誰手 贏家人這邊黃金也快挖完了 這塊黃金是他最後的救命金 這邊對射的結果 看起來不跟地人 BIPER是會打輸的 因為這邊是高地打滴滴 雖然經濟上兩邊人差不多 那我覺得 看起來不太優 哇,果然笑撤退 高地優勢實在太巨大了 這邊是高地打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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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經濟上兩邊人差不多 雖然經濟上兩邊人差不多 而且人家的戰毛兵又便宜 換起來換久已經是會虧的 哇,真的穿邊垃圾大戰了 好,清騎兵農出了一些數量 但這邊依舊有槍隊長在駐守 三巨頭能夠拿下BIPER的城堡嗎 槍隊長直接上前硬戳 直接戳掉了 清騎兵 這邊清騎兵到了巨頭前面 只能打了兩三道直接倒地 槍隊長的攻擊範圍實在太廣 沒有讓對手輸出到非常多的傷害 好,這邊硬家終於轉出了植物盾 可以增加頭死守跟老鷹 還有槍隊長的遠防 各加一 一加四,一加四 好,一加四,然後 0加6才對,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所以他的槍隊長會變成06,一加四 好 好,上方槍隊長直接壓進來 城堡掉了 上方經濟也會被鬧 硬家這邊看起來是穩穩 要拿下這場比賽啦 BIPER沒想到伯恩帝人 他最拿手的農的文明 要輸給硬家啦 但沒有辦法 硬家本來就是 康克伯恩帝人的 硬家人打馬國非常強 就是這個原因喔 槍隊長配擊兵 然後垃圾兵一直前壓 食物超級免非常多 跟他打一個經濟互換 很難打得贏 這邊戳 走上戳 哇,直接戳爛 槍隊長開始 穩穩的發揮出他的能力了 好 但戰狼兵雖然力多 還是可以激活掉槍隊長 但有植物盾 明顯可以扛住戰狼兵的傷害 現在戰狼兵打下只有一滴血 因為植物盾的關係 槍隊長是6防 戰狼兵是7攻 城堡又掉了一座 BIPER的城堡已經一座都不剩了 這邊直接蓋一棟城堡在左邊 BIPER直接拿村民拿全套開扁 這邊 這個城堡BIPER能拿下來嗎 感覺沒有辦法 雖然有台火炮在輸出 但這個火炮在城堡射城裡 還有這個躲射孔 直接射村民 但重點不是這邊 重點是這邊 這邊能不能守下來呢 這毛病繼續拉扯 這個拉扯看起來沒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槍隊長的動作非常快速 而戰狼兵沒打一下 都只能打出一滴血的傷害 哇 只能撤退 槍隊長也沒有想要繼續深追 要搭配後面的兵一起潛壓 才是正確 而且這邊巨頭時間會有危險 BIPER這邊果然抓到了對方空窗 抓到一台巨頭 直接開拆馬舊 滾地人雖然還有黃金 但這黃金要投資在哪呢 覺得還是要配點火槍喔 火槍配戰毛 但山火槍也是被龍被戰毛換掉 現在肉嘛還是要暗一點 但是肉類可能會不夠用 原來自己農田直接被弄爆 BIPER這邊打出了GG 後面變成垃圾兵大戰了 這個戰毛兵出了328隻 出這麼多 這個肉類還是這麼多 這個食物消耗減免太多了 然後來看看經濟 經濟的話是由對面印加人拿到全部的 畢竟BIPER剛剛中間有一度把所有的村民變成民兵 去做個反制 但很明顯後面印加人的文明優勢 實在太大 勃跟地人這個文明只要沒有黃金 就不好處理這些疾兵跟槍隊長 那我覺得BIPER這邊 打出也算正常吧 因為後期 真的要打的話 對手除非對手是不會玩印加這個文明的人 基本上是打不贏的 畢竟對手的實力是非常高端的 那我覺得槍隊長這邊應用得非常恰當 一直出槍隊長 也沒有轉出老鷹喔 然後一直用槍隊長去做一個正面前壓 然後對方只要出馬 直接會被戳爆 就算對方出其他奇怪的東西也是可以打定的 數量夠多槍隊長還是蠻強的 那 城堡的部分也沒什麼好講 因為畢竟對方城堡防守也是很恰當 這邊一條線直接變成一個防線 確實讓BIPER進攻的時候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傷到一架經濟 也算是 馬姑姑這邊防守做了一個很漂亮的一個亮點 一個亮點吧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バイ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